在台美颱風 共犯效應的影響下 目前迎藍山區已經出現豪雨 台七線更發生有路段攤坊 而迎藍縣府宣布 大同鄉四季國小 今天是停班停課一天 目前現場狀況如何 馬上請秦華帶我們去了解 好 主要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目前來到的位置 是在宜蘭縣大同鄉 可以看到現在 我們來到的這個位置 已經拉起了三角錘 以及封路的情況 因為受到台美颱風外圍環流 以及東北季風共犯效應之下 在宜蘭縣的山區 已經出現了大雨的情況 也導致說在昨天晚上 北橫公路的90公里處 是出現了邊坡攤坊的情況 那麼因為大雨持續當中 因此落實狀況也持續不斷 因此這邊就是暫時先封閉起來了 但是這邊是通往山區 因是地區的道路 也因此這邊的交通受到阻斷 為了安全起見 因是地區這邊的四季國小 因是分校 宜蘭縣府也宣布 今天是停班停課一天 那麼雖然其他地方 目前今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但是氣象署估計 未來三天 這個降雨 總降雨量可能會達到900毫米 就是像颱風這樣子的強度降雨 也因此週五25號 是否需要停班停課 就需要審慎評估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 掌握到最新情況 將時間交還主播 直接降雨向下 沒法 你 好 但